这个胆结石 胆囊手术 之后需要怎么调理 我们说呀 这个胆囊结石 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形结石 就是胆固醇浓度 胆固醇结晶 从胆质里面浓缩出来 然后形成了结石 那么把胆囊切除之后 那么胆固醇仍然还高 那么它就有可能 在这个胆管里面 又长出新的结石 所以我们说 在胆结石的治疗过程中 降低胆固醇浓度很重要 我说的这个 主要是针对胆固醇形的结石 所以在治疗过程中 降低胆固醇浓度很重要 那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 能够疏干粒胆 能够降低血液 降低胆质里面的胆固醇浓度 这样选择一些这样的药物 像我们常用的这些 鸡内筋 山楂 或者是玉米须 等等 这些都可以降低胆固醇 然后降低胆固醇的浓度 才能把这个 原先形成的胆固醇结晶 给它慢慢溶解 然后呢 这个才能 一点点的把这结石 给它化开 把它排除体外 假如说你 已经做了胆固切除 那么你也要 进行调理 降低血液中的 这个胆固醇浓度 这样的话 才能够从根本上 预防胆结石的再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请不往继续 一些点击 灿芙